朋友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喜欢单身或者只谈恋爱不结婚啊 啊那我喜欢比较精简的回答 这位朋友回答比较精简 他说啊我没有叫百态常先 他说我没有遇到一个让我觉得为他往肚子上统一到的男人 我原本是一个完整的人 而生孩子的过程就让我像肉猪一样一刀一刀的割开 只要直到露出内脏把孩子掏出来 最可怕的这不是恐怖片是现实 即便如此我还要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风险 我是个低风险主义者 这个年轻人的看法 其实还有不但是女孩子喜欢单身 还有男孩子喜欢单身 其实这种单身啊 也有可能可以解释成为喜欢 也可以被解释成啊 他无的选择 无奈 你怎么能去抢啊 因为你不愿意和你结婚 我们无法营造那种婚姻的那种 那个物质基础 所以说呢 我还是不谈这个人性的问题 谈人性之外的问题 就是婚姻和家庭 它的深刻性 它的重要性 被严重的 有意的 消解掉了 这个 去除掉了 而 拼命的把它功能化 你越功能化它 那种庄严的 神圣的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婚姻和家庭 比宗教 还高 假如你认为这种情感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情感 宗教又是情感里似乎是最高的了 我觉得它比宗教还高 如果有一个家庭教 婚姻教 也挺正常的 它的手段 比任何的团体 比任何的宗教都多 它的场景比他们也都丰富 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比宗教更高 但是这种 神圣性 丰富性 严肃性 庄严性 都被功能化那个东西 给解构掉了 给减弱掉了 那造成大家不结婚 结不了婚的原因 有十万八千种 我谈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种 我个人认为它是排在第一的 就是功能 强化它功能性的这个东西 减弱了它的神圣和美好 使人产生不了 那种被家庭婚姻召唤的力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